在台灣有做過一個調查 50歲以上的人有3分之1的女性 5分之1的男性 將來會發生骨質疏鬆 相關的骨折的問題 我們希望能夠聰明吃健康凍 好好睡 健康吃的部分要包括足夠的蛋白質 足夠的鈣質跟維生素D 從現在開始好好照顧自己 享受好面人生 擁有自在生活 好